男安歌手朴友天过去因各种丑闻产生而被受困扰 近来经纪公司不满他签二重合约 更不能原谅他诋毁公司 因此开始烦摇丑闻 双方直接撕破脸 甚至闹上法庭 经纪公司代表在接受还没采访时 更加码爆料朴友天过去的不法行为 他透露对方曾在澳门投入巨款赌博 输光后还想到菲律宾继续赌 并强调他手上握有足够的证据 预计将向调查局提供资料 而该代表的真实身份 正是朴友天退出东方神奇以后 一直在身边支持他陪他闯荡事业的经纪人 这十二年以来 他甚至替朴友天创立了经纪公司 没想到双方如今撕破脸 昔日勤奋全会 令人唏嘘不已 而朴友天的黑料也越爆越多 近日甚至有资深娱乐记者在YouTube曝光 他私下约泡女粉丝的音讯 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参与而对异的性爱 对话内容震惊各界 对于以上种种指控 朴友天24日在日本关咖发文表示 全都不是事实 否认指控 但种种控诉已经让网友大呼太夸张了 主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